誠實用後感 之前說用過再報告 今天就來輕輕報告一下 這支個人有些像牙塔的 Coco Cane精氣手提掛泡機 好不好用 用法很簡單 拆個水箱出來 入水 再拆回去 安放一個刷 拆電鍵 按著它 其實等幾秒就已經就越用得 有得選大蒸氣還是小蒸氣 小蒸氣其實都不算少 可以好像開槍一樣按鍵才出蒸氣 又或者lock了它等它不停出蒸氣 試一下燙這件有香水味的麻糙鮮味衣服 我覺得好處是 我這些不會用燙豆燙衣服的人 都不會怕燙到一條條騎來痕 還有不用那麼大直上用燙衣服 很快手就燙完整支衣服 左邊是未蒸的 右邊是蒸過的 鏡頭未必看得很清楚 我感覺是右邊的未算直到很完美 不過肉眼看已經直過左邊 感覺上整齊好多沒那麼扁 但是這些折痕比較深的領口位 還有這些鴨痕 就可能要給多點心機蒸了 蒸完香水味差不多沒有了 翻著都沒人覺 試一下蒸男人的激臭臭汗T-Shirt 蒸T-Shirt比T-Shirt三類的耳精積很多 完全沒有難度 不過可能件衣太臭 蒸完汗味不算完全不煎 如果是件衣服酥脆口味的 就不要想著可以完全脆味了 不過一般家居熱味 例如梳化或者毛公仔的話 它都能幫到你的 雖然它沒有錶寶可以去蒸 但是我都試一下拿來蒸下醬油漬 蒸完沒有盒煎到 但肉眼看都淡了 如果它平時吃三哥 彈著湯的香氣要怎樣織 或者它都能幫到你的 嘻嘻 敞fon 高了 辣家 我們現在 抹預再 每天 明者